美国是如何对待国内外穆斯林民众的 美方心知肚明 世人也都看得一清二楚 美国对本国穆斯林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由来已久 911事件后 美国穆斯林群体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不仅在生活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 还遭受各种各样的仇恨犯罪和虐待 2017年1月 美国政府颁布禁幕令 使美国穆斯林境遇每况愈下 有媒体评论称 美国穆斯林如同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天主教徒那样 因为自己的信仰 而遭到政治上的歧视和孤立 虽然美国政府后来取消了禁幕令 但今年4月发布的总统关于摘月开始的声明 依然不得不承认 美国穆斯林 仍然是欺凌 偏执和仇恨犯罪的目标 根据美方自己的调查结果 75%的美国成年穆斯林表示 美国社会存在大量对穆斯林的歧视 69%的普通公众也持相同观点 50%的美国穆斯林认为 近年来美国 在美国做一名穆斯林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穆斯林的遭遇就是一面照妖镜 照出了美方所谓人权至上 普世价值的虚伪面目 美国还以反恐之名 发动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战争 造成难以计数的穆斯林平民死伤 美方对自己 在穆斯林人权上的劣迹和罪行视而不见 反而频频炮制涉疆谎言 这是赤裸裸的虚伪和双标 美国一些人 常把关心新疆穆斯林挂在嘴边 就算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中国人民也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 美方应该做的是反攻自行 确实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穆斯林人权问题 而不是打着关心穆斯林人权的幌子 对他国进行污蔑抹黑 对他国进行污蔑抹黑